我我真的都整理好了 我相信你 你也别难过 不过你做也不一定做的合格 是不是 哎这中间 主角 主角 愣着干嘛叫医生 真是个细筋 唐总一来就倒了 这什么狗血剧情 秘书家后脑上是长眼睛了嘛 也太会帅了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电脑在这儿 我检查了 真的没有这些资料 你们职场游戏怎么玩 我从不插手 当你生日部门主管 心里总要有个痛 我会管好下面的人 别只盯着下面人看 上梁端正下梁才能不走外路 是是 唐总教会的事 那我先去工作了 医生 怎么样 唐总 蜜小姐睡眠不足 而且还有滴血糖 我已经给她输过药了 辛苦了 好 我走 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 夜不归宿加戴心睡觉 真有你的呀 蜜初夏 我昨天晚上加班都太晚了 我怕迟到所以就睡公司了 你是觉得万茂离开 你就转不动了吗 还是你想能拼命三郎啊 我不是刚接手还不熟练吗 对了 我的文件 我的电脑 自己看过去吧 我的资料 被删掉的资料 已经找回来了 下次记得 离开工卫时 记得锁平 唐总 我没发现你还要当 IT男的前职啊 看你头发这么茂盛 我都没看出来 能力越强的人越低调 所以 你对我的崇拜 需要克制一点 唐总 YYDS 什么YDS 永远单身 你 你祈祷自己别异语成衬 从明天开始 你调到总裁办 当我的私人特助 年薪翻倍 年底十六薪 我已经交代好了 老初 我不是在做梦吧 唐总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少臭美了 我是怕你穿帮 把你留在身边 可以好好监督 那我去当你的总裁特助 做一姐怎么办呢 他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 在我的亲自监督下 想要查出对你的资料 做手脚的人 只需要五分钟 可是 做一姐为什么会删我的资料呢 身在职场 需要多长一只眼睛 防任置信不可 你 你 你